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之前课的课程中 也曾经给大家聊到过了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编程 那么当时我们介绍了币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当时也说过了 币包我个人认为 我不推荐大家在自己的业务代码里面大量的使用币包 如果你是要去写框架 包或者是类裤的话 那么你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币包 那么我们本节课再来讲一个 函数式编程非常典型的一个概念和用法 那么这个概念和用法 是我推荐大家在Python里面多多去使用的 好 那么这个概念在我们Python中 是通过Map这样的一个class类来完成的 大家要注意Map它不是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classMap 然后这个类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一个函数Function 然后第二个参数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接收的实际上可以是一个序列 或者说可以接收一个集合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Map这个类 它用在什么场景上面 我们学习知识一定要搞清楚 它适用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不是说知识学了 我们都可以用的 我们要把知识用在合适它的场景下 我记得我们在学前面的内容的时候 给大家取过一个例子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抛物线的例子 看一下那个代码在哪里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函数 这个抛物线被我们简化了 它只有这样的一个平方向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一次项和常数项 那么我们还是拿这个抛物线 简化版的抛物线 来举例子 我们都知道你要构成一个抛物线 或者是说更加简单点的直线 它必须要有一组这样的点 对不对 点数越多 它更加会接近于抛物线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如果说你只有两个点的话 我们都知道两个点只能构成一个直线 所以说它不能构成一个抛物线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是说 一个抛物线 它有一组很多个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已知每一个点的X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Y 那么Y怎么求 Y就是要通过我们的F1 才能把Y给求出来 好 我们随便给X 一组这样的数字 1到8 代表了8个点的X轴的取值 那么我现在需要你求出这样的一个 Y轴的取值的话怎么做 8个点的Y轴的取值 这个举例没有必要 我们简单一点 不要管什么抛物线了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上面有8个数字 我现在要求你求这个列表上面的每一个数字的平方 并且把这个结果每个数字的平方再组成一个新的列表 然后把这个新的列表给打印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F1载成平方 然后的A我们就去掉了 非常简单 通过这个square函数可以求X的平方 好 那么很多同学看到这样的一个实例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它确实很简单 用我们之前所学过的这样一个for循环 for x in least x 然后每一个得到的X都去调用这样一个square函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通过循环的这样一种实现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常规的方案 先备选择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用Map这个类如何来实现 好 Map我们说了 Map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一个方形 对不对 OK 我们直接把方形放在这里 第二个参数 它需要接收一个这样的一个list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好 好 完了之后 我们拿一个结果 2来接收这样一个Map的结果 好 那么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这样的一个类 或者是函数的帮助文档 鼠标停在Map上面 可以看到Map类的这样的一个栽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Map object对不对 好 我们不管它是什么 我们先把Map给打印出来 看一下 好 C2-PY 对啊 我们还打印R2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打印出来的是一个Map的对象 好 这里我们可以把Map固项 转成我们更加熟悉的这样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好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Map类 把12345678它其中的每一项都转化成了这样一个平方的形式 并且转换了之后 它依然是一个列表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说一下Map的最基本的用法 Map它将会对它所传入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或者是序列的每一项都会执行这样一个Square函数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调用了Map的这样一个语句之后 Map会把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缠到Square里面去 并且会接收Square函数的一个返回结果 好 我们再从结果和原来的ListX上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把它复制一下 好 这个是结果 我们把结果叫做ListY 好 其实Map函数 如果我们从比较抽象的层面 或者是说从我们数学的层面上面来看它的作用 它其实就是一个映射 它可以把原来的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映射到新的这样的一个集合里面来 1 映射成1 2 映射到4 3 映射成9 至于说最终映射的结果是什么 是通过哪个东西来决定的 是通过你编写的这样的一个函数来决定的 这里是从这样一个数学上面的映射的角度上面来解释Map 但是大家如果真的想去理解这个Map的话 非常简单 你就把它当做是执行了一次方循环 然后每这个方循环的内部 都是调用了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这么简单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在看到Map这样的一个用法之后 会觉得和这个方循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确实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不结合Lambet的表达式的话 确实Map的优势并不明显 那么下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Map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法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